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郭亚慧 欢迎收看台湾亮起来 今天的节目要带您来认识一群热血新时代 在台湾各地帮故乡打造品牌 引入AI科技和企业参与 如何让故乡变得不一样 首先让我们前进到花莲最南端的副理 带大家来关心 在这里有一群副理土生土长的年轻人 连续五年携手举办充满副理特色的 古道求生音乐节 从第一年没资金没人手 连相亲都怀疑 是不是年轻人组诈骗集团 一直追问谁会从台北 专程坐车五个小时 到副理厅音乐会呢 没有想到充满实验的地方活动 后来不止凝聚相亲的热情 吸引上万游客坐在稻田里野餐 还留在副理过夜 这个音乐节的发起灵魂人物 是这一位七年级生钟宁恩 九年前因为父亲生病 他决定从台北返乡 接下家中年迷产销班 回到副理之后 他遇见了十一个跟他一样的年轻人 有的是回来经营民宿的 有的制作米火山豆腐 做米糠灶 话题聊要聊 副理这么美 为什么游客都只有路过而已 于是音乐会的构想就这么诞生 带您一起来感受 以副理稻田为主角的音乐节 如何一年一年进化 成为专家口中地方创生的新典范 了 documented 波市市名全新典范 廊 即参为 比較困难 acuerdo 平凡 花蓮最南端的富里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这里是日居时代日本天皇指定的御用米箱 也是如今全台密度最高的有机米生产地 来米箱旅客不只是看金针花 每年秋收钱让上万名旅客用进富里的 是这场在山谷间到浪堂的音乐节 这是我们五周年的餐点 其实就是我们今年五周年是派对 这样是一个礼物盒子的概念 就是你可以拆礼物 然后是上面特别是我们用了稻税 稻税做一个花束 其实稻税其实是 稻米是我们富里米很重要的一个产物 所以是象征我们富里的生命力 以在地食材米做成的米蛋糕 餐点里也融合富里客家人 到部落的多元饮食文化 幼岸故柜和原住民粽子阿拜 搭配的饮品也很在地 这个是柚子 就是我们瑞穗的油脂 因为瑞穗在隔壁香而已 饮料现在里面这个装的是百香果 这是我们买就是富里香竹田村 对他们自己的百香果原汁 然后我们是自己回来加糖 然后自己煮的 对那我们这次的饮料就是百香绿 从产地到餐桌 与人们自宜的在美人山脚下 草地上吹风愿跳山景 吃着在地异国风味广市集 耳边传来的是苏米恩 陈森的歌声 连半定五年全免费入场 白天唱到夜幕低垂 越夜越嗨 我想我可以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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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歌手 办市集 草地野餐 二零一九年两天音乐节人潮 创下历年来新高 古道秋山五岁 背后筹备活动的主人家不是别人 而是一群穿着黑T恤的七八年级在地青年 我一定要告诉大家 从第一届的时候 他是召集人 有十一位核心的年轻返乡的 我们父里的孩子 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古道求生 谢谢第一年所有不看好的大家 让他们一直往前冲 背着小书包 笑起来有点腼腆的中宇恩 是音乐节召集人 另一个身份是有机米场第二代 童年在腹里长大的他 小学到台北求学一路念到硕士 毕业后原本要以社会福利专业 投入国会助理 2010年父亲徒来的病倒 他返乡坚守父亲粘米场 那一年他才25岁 我爸爸成病 他99年9月9号 我永远记得这天因为9999 那他主动卖玻璃 是一个很危急的疾病 然后他住加护病房 我住了大概三个礼拜 快一个月 然后家里的家族的人来找我谈说 是不是应该有人回来 就是接这样子 因为那时候爸爸这个 产销班的组织才刚开始 那在那个时间点我也很徬徨 怎么家里的人来找我谈这件事 可是我很谢谢老师 是他的一句话让我决定回乡 他说我们念社会福利的 你回乡帮助农民 无非是透过另外一个 途径实践的社会福利 他来想想也对 就是所以我就觉得 好 回来试试看 所以就是把那个就是 米塞掉 就是没有成熟的 他靠离心力的概念 把它塞全掉 没有务农经验的他 望着家乡优惑的土壤水池 想着要帮农友把米推出去 不但没有想象中容易 还意识到家乡更大隐忧 中间的时候就是很单纯 去想要把这些米卖出去 我也遇到产销失衡的状况过 农民的一堆米回来 但是卖不出去很紧张 我那时候觉得 我常用一个形容词叫做 孤方自散 当然你也是看到说真的是 那时候我常常讲就是回来 就是那个农 我觉得真的可以用凋零 来形容这个农村 为什么 就是那个半商事的比半喜事的还多 那边空了这边空了 然后慢慢慢慢这个村庄 就是很像都空空的一样 那时候很感慨 就是觉得这村庄怎么会这样子 那老师自己也觉得 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件事情 那个时候 只觉得说 所以也会觉得说 那年轻人留下来更重要 就是农业是需要年轻人的 让钟宇恩更感慨的是 难来北往要五个小时的复礼 位置就介于花莲玉礼 和台东池上之间 几乎没落的家乡 很少人听过复礼 更别说旅客会关进故乡 他决定留下来后 一边延续父亲友善跟踪理念 他也想办法为产销般转型 这个就是碳化以后的稻壳 在碳化的过程中 产生很高的假离子 假飞 那这也是我们在不管是作物 还是稻米生长过程中很重要的 一个的养分 那就是 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循环再利用 因为以前这些粗糠是没有用的 那现在的话它就可以再利用 那再利用的话 就是又回到田间 循环利用让土壤永续发展 他也把米夹入创意巧思 客家布袋 米桶包装 当伴手里增添价值 这样的改变在琴跑市集后 钟宇恩把家乡米卖出去了 产销班稻米面积也从10公顷 增加到72公顷 直到5年前 他想着或许还能做些什么时 他把年米厂外头两层楼高的草整理后 他经见这一大片草皮 是老天赐予的美景 于是他透过产销班 向外串联复离返乡年轻人 把粥米的 做民宿的 卖豆腐的 一个拉一个 常常聚在一起 集思广益 没人帮 我们叫没人帮 因为自己说没有人帮我们这样 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叫没人帮 那个时间点也是觉得我们很想做一些事情 因为就是那个草皮很像刚整理好吧 然后就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在那草皮办一些什么活动 然后有一天晚上我记得我们就也是约边界 就说那我们来办一个什么活动 我大概记得是三月认识的吧 四月 三四月认识的 四月 就是三四月正视大家碰面然后聊聊 然后就是那一年十一月就办了 第一年的音乐节 好来 来吧 好来啰 有 一二三 小心喔 下面不要有人 小心喔 下面不要有人 那边再拿过去 那拉钉子 原本大伙想的是草地办市集 让游客能来复礼 但被一句谁会只为了市集 花五个小时车程来玩 这不但没让他们泄气 反而催生出不如办能吃又能听的音乐节想法 只是第一年资金设备全是考验 以前没有办法借桌子 就是去搬嘛 去各个社区去搬 然后不够去我家搬 而且还自己觉得 哇 我们已经快要变成专业办活动 然后我们还自己搭档 我印象真的我们 就是整理好 我说礼拜五晚上啊 礼拜六的活动 礼拜五晚上的时候 那个警察 就是经过我们那边门口 然后就来跟朋友说 你请要不要出事了 他朋友说 会出什么事情 我会想不通啊 被误认是要开电音趴 就这样没有多余人手 没有音乐背景的这群反乡音啊 只好放下日常工作 从凑不出五十万元 到说服在地长辈忧虑 第一年默默无闻 但远离晨销 在山谷间的音乐节 靠着口耳相传 游客一个拉一个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反转了仅仅一万居民的副里 音乐节两天涌入超过一万人 甚至平日里人潮渐渐回流 一般人多的时候就是碰到有廉价 然后我们算是回流课多的啦 就是我们有的客人 甚至都来了十几次这样子 就是他都 那个客人都还跟我看来说 我看着你长大耶 78年次的徐卫节 五年前中央大学化学系毕业 回到副里那一年 也是举办音乐节第一年 米糠粉是很容易取得的东西 只要去跟米厂拿它就有了 旅客多了 人潮回流了 他善用化学砖厂 结合在地特色 带客人体验米糠手工造 甚至也化身砖窑 导览员 阿公的时候在做砖窑厂 那时候就有非常大的腹地 一直保留到现在 那因为太大了 所以一定要用骑脚踏车 作为代步工具 这个就是砖窑厂 大家看到这个一个洞一个洞的 这个就是砖窑厂 这边就是我们以前保留下来的砖窑 烧红砖的砖窑 然后这个窑叫做八卦窑 十三层楼高的大烟囱旁 是未接阿公五零年代 富里鼎盛时期的砖窑厂 四甲半的腹地不烧窑后 一部分改建成民宿 保留的八卦窑 它做文化导览 这种旧式的古老的建筑 这种砖窑 你如果没有去维护它 它其实水的时间慢慢的就风化掉了 所以回来就是可以维护 然后顺便跟大家介绍 我们这个砖窑的文化 富里的地形的关系 还有它的那个 那个 人口分布的关系 所以其实每个地方都有很独特的特色 现在你也可以到部落里面去体验原住民的生活 然后我们家的话就是有砖窑 然后我们也做了 我们也做了很长时间的生态 然后也有一部分是就是农民 他们是就是像 那种圆他们算是做粘密的嘛 然后佩如他们就是做豆腐 我们放大概五到八颗的黄豆还有水哦 放进去之后呢 逆时生的膜 伸手绞尖边示范边讲解 从台北驾到富里的金佩如 是音乐节的文胆 所有文宣都他报办 音乐节外的日常 他在自家富里罗山村 以火山泥特色 让旅客做豆腐体验 其实台湾有很多地方都有泥火山的地形 但是目前来说 就是只有罗山这边的泥火山水 可以来做成泥火山豆腐 这个水里面有矿物质 然后它碰到豆腐的蛋白质 它就会激化学变化 然后它什么时候才好呢 你看到它豆浆越来越 它越来越透明越来越清 清冷清冷感觉 它九块它中间比较难出水 所以它的技巧就是除了用力之外 你还要左右左右摇晃 倒扣 从婆婆传承下来 只有富里才吃得到的 泥火山豆腐 为了克服保存期短 难攜带的问题 它以合装封膜方式 让原本三到七天的保鲜期 能延长到十五到二十天 增加了旅客的替代率 豆腐它也是需要慢慢去累积的 就是一个是我们慢慢时间做得久 然后大家因为扣的相传 或是慢慢会认识你这个人 或是认识你这个产物 然后第二是音乐节 因为透过音乐节这个平台 所以的确是因为 就是人数慢慢有增加 对 跟刚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 可能好几个月才一组客人 对 现在就是大概 嗯 有啦 现在平均大概一个星期会 会是两个星期会蛮多旅客人 从体验豆腐住民宿到小旅游 在地创生悄悄改变了副理 音乐节前不止这群人 又为农村里的盛事放下工作 更多的是 来了好几次的游客请假 自愿回来当职工 这些人都有工作的 请自己请假来的 他们都说 副理的土地好年对不对 对 超年就是 年了就回不去了 年了就回不去了 我们这些朋友是来参加过一次两次之后 就变成职工 然后就是 大家就是有点像是 无怨无悔的 来这边帮忙工作 而且这边很多人都是来 像我来第四年啊 这边大部分也都来第三年 我们现在来副理都是回家的 台湾有非常多的音乐节 但是像他们这种音乐节其实 非常少 他们所坚持的就是在地的人一起参与 然后 会邀请的这些音乐家 或是音乐人也好 也都是属于这附近在地的人共同来参与 好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是与他们的 在地的特色世界在一起 一只飞鸟云无拥抱 从山头过去福一高 只要一紧张的书生稀哩哩哩打搅 从不可能到被认同 一群返乡青年默默歌云 重新打开曾经被遗忘的米香 也默默翻转农村经济价值 好